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使用了哪些模型来对我们的消费者进行分析 以及通过这些模型我们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第一部分叫做LTV留存率分析 什么叫做LTV呢 LTV实际上是一个英文词的简写叫Lifetime Value 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一个用户在一生中给某个商家带来的价值 这个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星巴赫这家店 对吧 这家店呢 它是有很多用户的 也有很多人不是它的用户 比如说我可能每个星期会去一次星巴赫的店 然后每次要买30块钱的咖啡 而有些同学呢 可能一个星期三次 每次买20块钱的咖啡 有些人呢 可能从来没有去过 对吧 那这LTV是什么意思呢 只是从现在 或者是从我第一次成为星巴赫的用户开始 到我死掉 这一辈子 在星巴赫这家店 买产品花掉的总的金额数 对吧 这个数可能是非常巨大的 就一次我可能只花30块钱 但是如果每个星期都去的话呢 这样的话一年是1500嘛 假设星巴赫和我的关系维持了10年 就是15000块钱 对吧 而有些人呢 去的更频繁 所以他的这个LTV可以更高 而有些人呢 可能是 他就不喜欢喝咖啡 所以他这个LTV可能是零 更重要的是有些客户 有些人 他可能现在不是你的客户 但是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 使他转化成你的客户 从而给你带来价值 那所以LTV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公式 叫做创造的价值减去营销成本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创造价值就刚才我说 那个15000块钱 营销成本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让我成为 有一个不是星巴克的用户 成为一个星巴克的用户 中间花的营销的代价 比如说 我从来不去星巴克 但是有一天呢他给我发了一个马克杯 对吧 这个杯子是100块钱 然后我看了 我觉得他还挺有诚意的 我就去试一下 结果试了一下 发现挺好喝的 所以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了星巴克的用户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100块钱的马克杯贵不贵 想起来是挺贵的 对吧 你看因为我去一次只花30块钱 他 当然30块钱是销售额 他成本可能 比如说20块钱 所以只赚在减去他的人工费用 可能只赚了3块钱 但他花了100块钱给我一个马克杯 看起来好像是我要去30次 才能够去把这个马克杯的钱赚回来 但是呢 长期来看他是赚钱的 因为我本来不是他的用户 我对他的LTV是零 但现在他花了100块钱 让我对他的LTV成为了15000块钱 所以他实际上是赚了14900块钱 所以这个LTV就等于14900块钱 总体来说他是赚钱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拉芯 他的创造的价值是远远大于他的成本的 因此是一个good deal 是一个好的一个生意 但是呢这里面这个一生好像有点长 这个没准新巴克三年之后就倒闭了 对吧 或者我三年之后我就转投另外一个什么咖啡品牌了 在这个互联网电商环境下 一般来说我们用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周期 来代替一生 比如说一年的时间 这里指的是首次成为客户之后一年 如果说我们营销需要一个指标 一个终极的指标来衡量我们营销的结果 来帮助我们做营销的判断的话 这个指标应该是LTV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两个场景 一个叫拉芯 一个叫维救 拉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刚才那个行为就叫被拉芯 就是我原来不是一个星巴克的客户 现在成为一个星巴克的客户 那么这件事情 这个营销的动作称之为拉芯 什么叫做维救呢 维救指的是 比如说我已经是一个星巴克的客户了 但是我每天呢 不是每个星期只花三十块钱 我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来保持一种客户关系 甚至是提升我消费的金额 对吧 比如说给我发一些优惠券 让我更频繁的到星巴克去消费 或者是 比如说有一些那个 loyalty program 就是一些积分啊 这样的事情 对吧 他可以用这些积分 然后在其他店铺来购换 兑换一些产品 所以拉芯针对的是 没有成为你的客户之前 让你成为你的客户 而维救指的是 当他成为你的客户之后 来提高客户的忠诚度 来提高客户的价值 那我们从这两个场景来看呢 其实LTV都会帮助我们做些决策 比如说这个人要不要拉他 要不要让他成为你的客户 对吧 我们可以衡量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预测 他在比如一年之内创造的价值 要大于他 这次我们push他 或者是那个拉清他的成本的话 我们就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不行呢 那比如说如果我们通过某种方法预测 这个人就是天生就不喜欢喝咖啡 一辈子可能不会超过十倍咖啡 对吧 那我们花一百块钱的马克杯去吸引他 这件事情是得不偿失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拉进预算比较有限的时候 应当优先吸引那些LT比较高的客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图里面 比如说这个图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印30万份传单到五道口去发 对吧 但是现在呢 最近经费比较有限 我可能只能印十万份传单 那么这十万份传单应该优先发给什么人呢 我这个表里面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 应该发给前十层的人 对吧 因为这些人呢 这是一个贪婪问题 对吧 如果学计算机都知道 应该优先发给那些ROI较高的人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的总的投入产出比是最高的 同时在V6里面也可以使用LTV来做一测 比如说当提升一个老客户的忠诚度的成本 低于他的忠诚度提高后带来的营销价值的增量 就应该去提升那个客户 比如说我已经是星巴克客户了 他给我再发了一个100块钱的瓦克杯 然后让我每个星期来星巴克的次数有一次变成两次 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商家来说应该也是好算的 因为我这一生中给他带来的价值实际上是远远超过 再加一个马克杯的价值 同时如果当挽留一个老客户的成本 高于客户能够继续创造的价值 应当放任自留 这件事情可能很多对于所谓的 有些人会说什么客户是上帝 对吧 你是不会让上帝离开你的 但是很多时候是要做出这个痛苦的决定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卖应用而产品的一个商家 对吧 如果这个家里的人他小孩子已经过了那个年纪 他不再需要这个新的这个比如尿布啊 或者是奶瓶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对他做营销做广告投报 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的人生阶段已经过了这样一个需要你的产品的一个阶段 所以应该让他走吧 否则应该挽留 但是LTV 以LTV作为指标有一个困难 就是LTV是定义成一个用户一生给某个商家带来的价值 这一生太长久了 就一年也太长久 就很难预测用户长期的一个购买的行为 即便是做短期预测甚至到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的时间 也需要大量的数据 才能够做出统计上来说 比如说对一半人来说是比较有意义的这样预测 那怎么解决这个模型呢 这里面给大家讲一个花絮 就是阿里妈妈阿里巴巴有一个大数据竞赛 我不知道多少同学听说过没有 叫阿里巴巴大数据竞赛 这个竞赛实际上是每年都有 然后他跟Kraigle比赛差不多 也是有一个算是一个数学比赛吧 就是会告诉你一堆数据 这些数据主要是我们淘宝平台上的一些用户的成交的一些数据 以及这些用户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属性 然后需要你预测一下 比如说给你三个月的数据 需要你预测一下未来的第四个月 有哪些人会去购买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真实的数据的样本 然后你需要很多数学的建模的工作 比如说极简模型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星期的平均收益乘以50 这50指的是一年的 因为我用这一年的时间周期嘛 50的是一年中的那个星期的数目 这个其实我刚才说的 那是我自己那个模型 就是我每个星期花30块钱喝清马克的咖啡 然后一年的时间是要乘以50 就是1500块钱 这是第一个模型 第二个模型可以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我这里涉及到一个流逝率的一个概念 流逝率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我第一星期我花了30块钱 但是第二个星期呢 有可能我会流失掉 对吧 因为有些原因嘛 比如说我对这个品牌失去的兴趣啊 或者是有新的品牌吸引我可能会转化 统计来说呢 我们会统计比如说100万人里面 平均每个星期会有多少人流失 然后这个模型 就是说我们会把第一个星期的平均收益 除以1减去每个星期的流失率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流失率越高的话 实际上这个 哦不对 这应该是1加 不好意思 如果流失率越高的话 那实际上我的这个分母越大 所以 那个我最终的收益应该是越低的 如果我的流失率是0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分母的话就是1 这个公式好像有问题 这很简单的公式 就是这个第一个星期收益率乘以1加上流失率 再加上流失率的平方 再加上流失率的 不对 1减去流失率 再加上1减流失率的平方 1减流失率的二次方三次方 可以计算一下 另外还有更复杂的模型 就是这里假设每个星期流失率是一个常数 那实际上应该不是一个常数 我们发现这个流失率实际上是有变化的 随着它这个时间的推移 它流失率有可能是在下降的 这里就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在产品里用到的这个流失率的模型 或者叫 一个LTE的模型 叫Shifted Beta Geometry Geometric Model 这样一个模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搜索一下 就是这是现在工艺界用的比较 效果比较好的一个模型 核心的一点就是 我们要预估这个用户什么时候会离开 因为在电商平台上和一些基于合同的 一些销售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如果你卖合同的话 是以一年为期的 对吧 你卖完之后知道它一年之内肯定是不会离开的 比如说你 如果是你的那个电信的这样一合同 或者以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为单位的 但是在很多时候在淘宝平台上 你是没有合同的 对吧 他买了就是买了 他不会说我这一个月都会买 一年都会买 而是说我这次买了 就是买了 下次我不知道 所以核心点就在于 预测用户什么时候会死亡 什么时候会 不是说真的死亡 而是说从这个商家这个地方 去彻底的流失掉 就具体的这个数学的东西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 或者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当你有很多的数据的时候 你其实不需要建特别复杂的模型 你只要统计一下就好了 对吧 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统计了大概3.5亿人 然后这是其中某一个商家的数据 我不能说哪个商家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根据这购买次数的提升 它的这个LTV实际上是在增长的 就是买了一次的时候 我认为LTV是1 假设是1的话 1倍的话 到了2呢 就是一个比2次稍微多一些 3呢 就比3次稍微多一些 3倍稍微多一些 然后呢 这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就是并不是说买了一次 买了三次 就是三分之一的关系 而是说随着你购买次数 购买次数的增加 它是有一点指数上升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买的次数越多的时候 它的客户是越忠诚的 它越不容易离开你的这个商品 然后我们基于这样一个关系呢 我们发现 在这对一个商家而言 如果他购买次数小于等于4的情况下 它是基本上是一个限定的关系 而大于4的时候呢 它就产生一个指数的这样一个越近的关系 所以我们用4次购买作为一个分界 当小于等于4的时候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新客 这个时候呢 是需要做很多维系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要努力的让它 从一次购买变成二次购买 从二次购买变成三次购买 从三次到四次 而当它购买次数大于等于4的时候 它就成为一个老客 这个时候呢 就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这种营销的工作了 也许他自己已经对这个品牌 对这样一个产品 有非常好的一个认识 所以他可以自我驱动的去增长这样一个购买次数 还有这张图就是我刚才说呢 为什么说留存率不是一个常数 它是一个变化的量 随着购买次数的增加 它的留存率实际上也是在上升的 这留存率的话 我重新定义一下 继续购买的概率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一次购买的留存率 这里是25% 指的是完成一次购买之后的客户 有25%的人 继续进行了第二次购买 换句话说是有75% 四分之三的人买了一次之后就离开了 就再也没有购买第二次 这个留存率还是 这个留存率是比较低的 同时这个留存率是蛮高的 但是到了二次之后 一旦发生了第二次购买 它的这个留存率就提升到了35% 也就是说 发生过二次购买的人 继续进行第三次购买的概率 由原来的25% 提升到35% 提升了10个百分点 而留存的人 由75% 降低到了65% 降低了10个百分点 随着购买次数的增加 我发现流存率也是在逐步提升的 等它到6次的时候 就提升到55% 超过了一半的人 会继续购买第7次 第8次 这个 这个曲线的话 肯定不是无限上升的 对吧 是有一个上限的 这不可能达到110% 对吧 因为它买了之后呢 最多继续买下去 不会变成1.1个人 这里给出的一个 留存率和LT的关系 就是留存率这个概念 其实如果大家是做商业的话 会非常关心这样的概念 就是你的用户 比如说一个月之后 成为你的客户 一个月之后 它仍然 继续留在你的这个 产品里的这个概率有多大 我们是要努力提升留存率 因为留存率和它的长期的收益 是这样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相关的关系 比如说它留存率是25%的时候 它的这个 长期的收益是一倍的话 那么到了35% 留存率仅仅提升了10个百分点 但是它的 长期的收益就翻了一番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客户 的这种忠实度更高一些 高10个百分点的话 那么你的一年之间的 这个输入可能会提高100% 所以这个曲线是非常惊认的 大家可以发现特别是到后面的时候 就非常抖的一个曲线 所以 50%是一个转折点 所以如果大家是将来 比如说搞创业啊 或者是开自己的 做自己的生意的话 要把这个图记下了 因为 可以看到 你要努力提高你客户的留存 因为这可以让你赚更多的钱 同时我们也研究了一下品牌和 留存率和LTE的关系 就是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品牌的影响力呢 就比如 比如说像 对吧 可口可乐 是一个品牌影响力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品牌 然后那个王老吉呢 可能就稍微差一些 而我老家的一个不知名的一个饮料呢 比如说露鲁 可能品牌影响力 这当然也很知名了 品牌力就比较低 我们发现这个品牌影响力越大 它的留存率越高 就是我们通过研究淘宝的数据发现 留存率越高 留存率越高呢 大家从刚才的图看到 就是LTE是越大的 单个用户的收益也越大 对吧 就是品牌影响力提高10% 留存率提高10% 单个用户的收益就可以提高100% 所以这个影响力很重要 而品牌影响力越大呢 我们发现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商家在单个用户身上 付出的营销成本反而降低 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面的这个图 或者是这个图吧 这个图 就是说当你的购买次数越高 你的品牌证明度越高的情况下 其实你只要付出很小的成本 不需要再去花很大的预算 去维系这样一个客户 就是我们算了一下 大概可能是三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样子 比如说同时留住一个老客 和拿一个新客 它的成本可能是1比3 或1比7这样一个差距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品牌 它的吸氧力不是一个可以迅速改变的一个指标 对吧 比如说一个品牌 它可以要长期的时间 才能把自己的品牌的知名度提高 同时呢 它也不会迅速的衰减 比如说昨天它选知名的品牌 然后今天又变得默默无闻了 对吧 除非你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 比如说 插了一些三聚氢安什么的 你可能第二天你就把自己的品牌给砸掉了 所以呢 结论就是应当重视品牌建设 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但是它的收益是非常丰厚的 就这样的一个结论 其实很多做营销的人应该都有 这是一个common sense 但是我们是第一次通过我们的数据 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 而且我们能够告诉你说你应该花多少钱 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去来做你的这种品牌的宣传 然后未来可能产生的收益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通过LTV和留存率这样的模型 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在营销里面 永远有两个悖论叫做品和效 什么叫做品 品就是品牌 对吧 你要追求长期的利润 追求长期的影响力 不要只看眼前的东西 而效只是效果 你是所谓效果就是我要 短平快的去取得一些收益 对吧 这个品和效是一个悖论 但同时我认为品和效是一个伪命题 品和效其实是一体的 品和效都是效 效是短期的效 而品质是长期的效果 对吧 在一个企业发展的一个不同阶段 其实对品和效追求是不一样的 最开始阶段它追求是效果 没想生存下去 它用有限的预算 有限的投入 获得近很多的产出 这样它的企业才能扩大 它能成长 但是到了一个企业 真正达到一个规模的时候 出一个瓶领的时候 它应该追求 它的品牌影响力 然后让它的这个品牌的影响力 更高的情况下 它可以 其实可以用更低的营销成本 来获得更多的用户 同时它的单个用户身上 能够产生的收益 也是可以最大的